昨天是九三军人节 县长成光复主持的112年 本县各界秋季先烈以及阵亡将士典礼 向入室中列祠的先烈们表达崇高的敬意与哀思 祭祀过程严肃庄严 澎湖秋季典礼昨天上午在中列祠举行 由县长成光复担任主祭官 率领县政府各局处首长 并邀请本县县议会议长、马公市长、各机关以及列祕士家属 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英雄应有事迹 也表彰列祕士壮烈牺牲精神 县长成光复依寻鼓礼向革命先烈阵王将士献花、献绝、献果 行三局公理 表达崇敬追思之意 缅怀其为国家捐躯的精神 制作人员 举绞 再举绞 三举绞 典礼结束之后 县长陈光复向入寺中叶祠 应用救人牺牲的民间烈士遗嘱握手致意 致政未问津 表达关怀之意 记者陈仁玉报导